各位观众朋友好 今天呢天气很好 个体都很温暖 不过呢好天气不代表会有好的空气品质 像是今天呢在中部以北 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 天空灰蒙蒙的蛮明显的哦 虽然说天气很好 但是呢却看不到蓝天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空气污染 在今天中部以北的这个地区呢 是蛮严重的 像是这张照片呢 是今天在台北市万华区所拍摄到的 天空真的是灰蒙蒙的 污染很严重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最主要的原因啊 很多人可能都会讲说 是不是因为呢 从这个中多大陆 传送一些污染物过来 其实呢如果东北季风强的时候 的确呢是会从中国大陆 传送到一些污染物到台湾来 不过今天呢最主要的环境风场 不是吹着东北风 是吹着偏南风 那么这些污染物呢是哪里来的呢 恐怕就是我们台湾自己本岛 所排放出来的污染物了 其实呢这个空气品质 跟台湾的天气状况还蛮有关系的 天气呢一旦稳定 长时间没有下雨的话 排放出来的这个污染物呢 就很容易累积在大气中 导致呢这个污染物的浓度 持续的累积空气污染呢 持续的在飙高当中哦 像是从昨天开始呢 中部地区就开始 累积了一批污染物了 那今天呢这些污染物 持续的累积当中 再加上呢是吹着比较偏南风 所以呢慢慢的传送到北部地区来 再加上呢其实北部地区 也有自己本身排放的污染物 所以今天呢在整个中部以北 才会是这样子这个污染物情况 比较严重的状况哦 那什么时候才会解除呢 恐怕就要等风速呢 如果再强一点 有机会把这些污染物给带走 或者是呢这个雨势 如果有下雨的话 才会把这些污染物给刷除到地表中哦 可是呢从未来的这个天气预报上面看起来 恐怕呢是在未来这几天 至少到礼拜五之前 中部以北都会持续维持非常好 大太阳的天气情况 所以呢这样子空气污染的情况 恐怕还要再一直持续好几天 要特别提醒呢 容易这个呼吸到敏感的观众朋友们 这几天外出呢 如果觉得身体不舒服 最好就是戴上口罩再出门了